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随时随地 尽量地把累积质量是非常相当的重要 我们修行 修一半的法也是一样 尤其是修大人的法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过去累积质量的话 能够得到成就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不能是这一世 我们的赖世也是一样 如果有累积质量 你有一些累积过去有质量的话 可以成就 如果没有累积质量的话 今世也好 赖世也好 都没办法成就 那曾经我们过去 过去是做过的这些任何的业 成熟在这一世当中 所以我们经常地没有累积质量 这样的话可以成就任何法 所以我们就是说 尽量地没有零射 然后没积质量 这样的话可以成就任何法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 一切尽量相当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作为出家人 那出家人的来讲 我们就要收拾这个清净的戒 收拾清净的戒 这上 所有的清净的戒上面 就累积我们做这个供养馒头罗 不用一支供养馒头罗来 这个累积这样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说 我是出家人 我是默默伤师 我如何如何的这样自己 傲慢心当中 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所以作为作为上司 人过去这样的话 那当然过去也累积质量 所以也要指导说 要尽量地累积质量 然后消除业障 这样子累这方面去惊醒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自律 也可以塌立 舌塌而立 可以成就 那一般的民众来讲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习求 有很多的欲望 要累积很多的财物 等等这样的想法的话 还是需要累积质量的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 没有累积质量的话 没有累积质量的话 是没办法 没办法达到这个自己的愿望 如果有累积质量的话 会先想事成 所以累积质量 是非常重要的 救命 二十五五三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八十一